小米进军造车业可能又走前一步 澎湃新闻网引述上海归土局网站及内地企业讯息查询平台天眼查资料报道 小米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密空间上海 以15.5亿元人民币购入上海徐汇区一幅商业办公用地 建筑面积49998平米 有船交易或与造车业务有关 可能作为汽车研发中心 内地传媒引述上海归土局网站显示 10月21日徐汇区一幅商业办公用地有密空间 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竞得 据出让公告显示 该地皮位于西岸金融城拓展区 致力打造金融、智能化应用极具高地 报道指出 密空间上海市小米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在今年5月28日成立 注册资本6.802亿元人民币 经营业务包括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软件开发 非居住房屋租赁、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等 其中特别提到 将不用于从事金融信息的咨询服务 早前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投资者日上宣布 小米造车及团队的各项工作进展都远超他预期 料小米汽车于2024年上半年正式量产 汽车行业人士估计 小米造车业务核心团队应该落户北京 部分职能部门和研发团队或落户上海 对于造车大计雷军曾透露 你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 首期投资100亿元人民币 料未来10年投资为100亿美元 雷军更亲自出手 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 最后的产品应该已经变成了 佐尔袀 如果能都进入这个词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高中间